海贼王 难美想要单刷乌尔提,可能会再次收服宙斯。 我们知道这周即将更新海贼王最新一期的漫画《一千零十二》,目前漫画情报已经更新,这一画之中山智终于现身,还背着受伤的索隆,看来罗把索隆交给了山智,而自己准备去和吉德一起对付四皇大妈了,不然以吉德一人之力自然不是四皇大妈的对手。 而山智背着索隆可能是找乔巴一之吧。 难美想要单刷凌空六子乌尔提。 再来说说四皇大妈这边吧,在看到四皇大妈抱揍自己的弟弟佩吉万之后,乌尔提直接对四皇大妈动手,不过她好像撞到了伯犬伯切袋,这让在伯切袋身上的小玉直接受伤了。 这让四皇大妈十分的愤怒,指责乌尔提碰到了她的朋友。 不过就在四皇大妈准备出手的时候,难美却提前出手攻击了乌尔提。 而这个时候乌索普提醒难美,他们该逃跑了。 毕竟他们两人的攻击对乌尔提和佩吉万这两个动物系的恐龙果实能力者几乎无效,不然难美和乌索普早摆脱两人的追杀了。 不过这次难美不打算逃跑了,她不能容忍打孩子的家伙存在,所以她要在这里击败乌尔提。 也就是说难美准备要靠自己的能力击败乌尔提,说实话这个很难,如果说难美真的可以靠自身的实力击败乌尔提的话,难美她的实力估计会直线提升,到达凌空六子的高度,这已经很接近超新星了。 难美还有新招,可能会再次收服宙斯。 以目前难美所展现的战力来看,她的天际魔法顶多也就可以战胜普通的干部,到达凌空六子这个程度的话,难美几乎没有战胜对方的可能。 说实话,凯多亥贼团的凌空六子实力几乎都达到了超新星一级,毕竟本身超新星之一的德雷克也不过是凌空六子的一员,其他几人的实力和她相当。 如果难美真的可以战胜乌尔提的话,她的实力等级就会差不多达到了超新星这一级别,这就很恐怖了,要知道目前草帽海贼团之中。 真正有这个实力的也不过只有原先的陆飞,山智和索隆,已经刚加入的慎平罢了,可能弗兰奇也勉强有这个实力,乌索普和纳美几人是没有这样的战力的。 纳美之前并没有展现这样的能力,除非她还要隐藏技能,不然根本没希望战胜乌尔提,当然还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再次收服宙斯,只要可以完全地掌握宙斯的力量,击败超新星这个等级的乌尔提就不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了。 而且四皇大妈新造了雷云赫拉,说不定宙斯就不要了,直接给了纳美了。 以纳美的实力,想要击败乌尔提几乎不可能,如果真的可以击败乌尔提,她早就动手了。 既然还有可能纳美有什么隐藏技能还没有使用,可以靠这个击败乌尔提,或者就是再次收服宙斯了。 有了宙斯,再加上纳美的天气科学,击败乌尔提也不是不可能。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